你好,我是杰逸,欢迎来到静波档案 大男该吃药了 这可能是所有懂中文的男孩子最怕的一句话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案件就发生在韩国 他被称为韩国版的潘金莲与西门庆 年轻美貌的妻子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过往 相似的意外情景第三次降临在同一个女人身上 令人细思极恐的过往铺展开来 引发了司法的高度重视 这就是韩国独卿离恩海事件 2019年6月30日 韩国经济道嘉平均 笼罩瀑布下人潮汹涌 每逢夏季呢 这里是当地游玩避暑的好去处 此刻却被围得水泄不通 警戒线拉开了救援队伍和围观群众的距离 一位男子在游玩的时候不胜溺水 此刻呢已经不省人事了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他不久前呢还坐在小船中和同伴在水里游戏呢 这名溺水男子身边站着一位面无表情的女子 他漠视这一切好像都和他无关 然而他正是溺水者的棋子 此时脸上带着一丝难以察觉的笑意 送去医院后 这名男子被宣布抢救无效身亡 他的名字叫尹香燕 今年39岁 毕业于西江大学化工生命工程系 是年薪6500万韩元的企业中层 他的妻子黎安海 是远近闻名的美人 长相甜美 打扮时尚 这看似和睦稳定的家庭 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给打破了 警方根据现场的痕迹 累计供词 判定了 这是一起因为意外而溺亡的案件 很快就选择了结案 然而最恐怖的真相 随后才被揭开 医院的走廊中 一位中年女子失声痛哭 她是银香叶的姐姐 宁美成 她不敢相信 弟弟生性怕水 而且又是谨慎的性格 在这种情况下 她怎么可能会主动下水 在这二言 她和那么多人一起出去玩 而且妻子黎安海 明明就在现场 大把手就能救上来 而她却选择袖手旁观 拍着视频 甚至就在弟弟大声呼救时 她还发出放肆的大笑 这一切越想越不对劲 2019年10月 案件迎来了惊天反传 宁美成通过大学朋友 向山西部警察署 智能犯罪调查组 工作的刑警举报 这成为了揭开案件 真相的导火索 宁美成带来了一部手机 他向警方说 这是一孤弟弟的手机 里面有很多信息 都能够指向 影乡业身亡的真相 但很遗憾 信息都被人为删除过 收到消息的警方 立刻将手机交到了 信息恢复部门 信息恢复后 警方第一时间 浏览了信息 然而里面的内容 却让经验丰富的警方 都感到不可思议 银香叶曾经给妻子 发过这样的消息 恩海 等你收到钱之后 给老公买副新眼镜 再买双运动鞋好吗 我的鞋子都穿破了 好丢脸 恩海对不起 本来账上有三万韩元 但没想到被车贷扣光了 真的对不起 你现在可以给老公 打回一万韩元吗 让我可以去便利店 买水和方便面 我肚子实在是太饿了 银香叶身为公司的忠诚 身上居然连买方便面的钱都没有 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然而更让警方感到意外的是 银香叶平时并不住在自己的家中 而是另外租住了一个破旧的地下室 它不仅无法维持温饱 甚至留下了巨额债务 账户上呢 也有很多令人生疑的交易记录 在银美城的叙述过程中 银香叶的过去逐渐铺陈开来 银香叶本性淳朴 对家庭和工作呢都很负责 生活不愁温饱 然而在结婚后 他的生活就开始变得困顿起来 银香叶的性格也逐渐变得归缩阴沉 在背负债务的情况下 他身上却有着高额人生保险的购买机会 而实际购买人呢 是银香叶的妻子李恩海 唯一受益人也是他 银美城的讲述具有鲜明的指向性 为了找到案件的真相 2019年11月初 警方建立了智能犯罪调查组 重新着手对事件展开调查 这场意外背后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当场见证了银香叶身亡的 一共有六个人 怪异的是 这六个人里 只有一个人是银香叶真正熟悉的 那就是他的妻子李恩海 剩下的五个人呢 都是李恩海的朋友 虽然警方有些奇怪 但这六人和受害者之间 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所以当时警方对这六人 简单路过口供后 再根据现场的痕迹 就判定这是一起因为意外 而立网的案件 很快就选择了解案 但现在有了高额保险 一切都不一样了 警方通过调查李恩海的经历 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李恩海和银香叶于2012年相识 2016年登记结婚 银香叶比李恩海大11岁 银香叶不仅让他住进自己刚买的大婚房 还收养了李恩海的女儿 本以为一家人之后幸福地居住在一起 但没想到自己的悲剧呢 将从这一刻开始 婚后 李恩海要求银香叶独自住在公司附近 一家地下室 把房子留给自己 凭是款待朋友 美妻明月说 这叫新妻夫妇 每新妻见面一次 但事实上 李恩海并不是每周都想见到他 很多时候会借故推托 一周见一次 变成每个月见一次 李恩海在和银香叶结婚期间 仍然和其他男人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周边有邻居多次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 同进同出 似乎是同居的状态 这个男人呢 名叫赵贤秀 而银香叶出事时 他就在现场 警方继续调查发现 初中时的李恩海 就开始用自己的身体挣钱 被举报后 曾经多次被警察逮捕 他在高中辍学之后 就一直在社会犹大 利用自己的美貌挣钱 再将挣得的钱 投入奢侈的生活 打造自己的形象 他将自己塑造为 外表明艳动人 性格热情友善的都市女郎 美好的表象 吸引一众男生屈之弱负 而李恩海 在处理男女关系方面 比较随意 他有过很多段恋情 常常在一段恋爱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和其他的男人 建立了关系 出轨同居 对于李恩海来说 似乎是家常便凡 赵贤秀也很早就辍学了 长期在社会上游荡 没有稳定工作 但诡异的是 赵贤秀平时的生活 似乎一时无忧 穿戴奢侈 李恩海跟银香叶说 经常和自己待在一起的赵贤秀 是他的哥哥 所以他们俩以兄弟相产 甚至当李恩海要求他把钱 全部达到赵贤秀的账户时 他也完全照做 还晒出了自己账户 于游为宁的截图 案件调查到这时 警方震惊不已 没有工作的赵贤秀 一时无忧 而有着高昂工资的银香叶 却过着地下室断水断电 买不起泡面鞋子的生活 而另一边妻子呢 却和情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困境吗 为什么任由妻子这样呢 警方调查发现 李恩海是一个御人高手 他非常善于支配人的行李 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 曾经上过一次电视 那是一档叫爱情支架的 房屋改造节目 在节目中 只有十二三岁的李恩海 对着镜头笑着说 自己一点也不嫌弃 残疾和贫苦的父母 长大的要当歌手 报答爸爸妈妈 他会永远乐观 会记得帮助过他的人 然而在十五岁的时候 李恩海摇身一变 走上了原郊的道路 赚了钱以后 连父母也不管不问 从事身体交易行业多年 他会用表格 记录每个客人的性格特征 和经济实力 具体分析处 操纵每个人的方法 内向沉默的普通职员 银香叶碰到了他 就像进入了囊窝的羊羔 任由他摆弄 在李恩海 长年累月的命令 打压中 逐渐失去自我 对李恩海的PUA 言听计从 他跳水的原因 也让警方唏嘘不已 就因为妻子李恩海说 为什么别的男人 都敢跳水 就你不敢 你还有什么用 为了让妻子高兴 银香叶鼓起了勇气 纵身跳下 然而这样的结果却是 在他求救时 没有一个人过来拉他 银香叶最后在水中 拼命挣扎 离开了人世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李恩海似乎不止一次 对银下过毒手 从2019年开始 他就连同情妇赵贤秀 尝试多次杀害丈夫 他们曾经将河豚的毒素 投放到银香叶的食物中 但没能成功谋害 气急败坏的李恩海 还在社交软件上 和赵贤秀说 真无许 放了这么多河豚 都独不死他 2019年5月 在京畿道 农人市的钓鱼场 赵贤秀和李恩海窜通 故意让银香叶落水 但没能成功 让银香叶升旺 于是他们又策划了这一切 看似完美的沥水案件 几乎在警方确定 犯罪嫌疑人的同一事件 想知道那件事 栏目的最新一期节目 在社会上引发了高热度讨论 而播出内容呢 就是这起案件背后的秘密 与此同时 对李恩海和赵贤秀的声讨 也登上了各大热门头条 很多网友给他们发去死刑 留言指责他们 原来就在警方调查这起案件时 保险公司给节目制作组 发了一封举报信 他们不相信高额受保人 会在保险协议 失效前四个小时意外身亡 而且该保险单 每次缴费都是在宁静到期时 这不得不让他们怀疑 背后有什么阴谋 这一期节目显然不是符合所有人利益 节目播出后 被网络骂声侵扰的赵贤秀 公开表示 自己和这场案件没有关系 他以涉嫌损害名誉和辱骂的名誉 起诉了一百多个网友 对于报道相关事件的作者 还有登载文章的平台 赵贤秀都发起了起诉 并且他根据作者的职业 和登载文章的程度 还制定了不同的协议金 赵贤秀的反应 令民众措手不及 就在节目组新生怀疑 担心自己猜测产生了错误时 2022年3月30 警方对赵贤秀和李燕海两人 发起了公开通缉 原因是 他们已涉嫌 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 将不会有用的影香叶 强行带到了价品区 农找西谷 志气身亡 警方逮捕林一出 激起一片哗然 人们纷纷感叹着 赵贤秀心理素质的强大 以及两人的五指云冷波 李燕海的过往经历 也被人拔了出来 一个发现令人毛骨悚然 李燕海过去交往了两个男友 也是像影香叶一样 意外身亡 2010年 他交往了男友 在仁川十沿十字路口开车时 遭遇交通事故 意外身亡 同乘者李燕海 因此获得了保险金 2014年 有一个即将谈婚论嫁的男友 他在酒吧工作 在结婚之前 男友去了泰国巴巴拉 潜水时不幸立亡 泰国当地警察 并没有找到他杀的线索 因此事件 也被处理为意外身亡 并且在泰国活化 众多意外 拼凑在一起时 就是一桩令人细思极恐的 连缓谋杀案 但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两次男友出现意外 李燕海都不是保险金的 主要受益人 第二位男友身亡的时候 李燕海甚至因为 没有和对方结婚 不具备家属身份 没有领到保险金 前两次事故 也没有找到他人谋害的痕迹 所以这并不是年环谋害案 只是有可能 前两次的警理让李燕海发现 伴侣的身亡可以带来利益 因而萌生了利用影像业的想法 2022年4月16日 被通缺了十几天后 经济到高阳市德阳区的一个协字楼内 警方抓获了李燕海和赵贤秀两人 2022年8月 对案件进行公审 一共有850多件调查记录 40亿名被联系的证人 进行了15次以上的公审 营美生虽然早就知道案件的答案 但是在确定凶手 真的是李燕海时 还是觉得十分痛心 弟弟营香燕对他那么好 他要求的所有事情 弟弟都尽全力做到 甚至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时 也没有跟家人说过 李燕海一顶点坏话 为什么弟弟会获得这样的结局呢 我们都知道 营香燕没有做错 只是在长久的他人控制下 迷失了自己 也许他觉得 自己对妻子好 就要言听计从 但是他自己过得怎样 只有他自己知道 千万不要骗了自己 在调查中 还有一件事 引发了警方的注意 李燕海和赵贤秀 两人互记的明信片上 写有主人 仆人等类似表述 还有困难时期 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经历了各种风雨 但感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这类的语句 也许他们也在长期控制 别人心理的过程中 自我迷失了 等待李燕海和赵贤秀的 将是法律最严肃的审判 自我迷失了 那是法律最严肃的宽判 是法律最严肃的宽判 是法律最严肃的宽判 是法律最严肃的宽判